hello 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真的是我喜歡今天啊 沒錯 你沒有看錯 斯普拉頓3正式公告啦 真的是期待好久啊 期待到二代都變成過氣遊戲了 不過呢 即便是過氣 我們還是愛的跟什麼一樣 完全沒有放棄啊 加上最近真的也是越來越多的朋友入坑二代喔 那麼在大家差不多熟悉以後 三代的公布也就非常的剛好啦 就稍早老任公布的宣傳影片裡面 展現了什麼樣的新東西呢 讓我們來跟大家一起看看吧 影片的開端我們就可以先做人物的選擇 這次跟二代的其實蠻不一樣的 二代還必須要有DLC 還要過完任務才可以選擇章魚的頭像 但這次一開始就給你四個選擇 你要章魚還是要花枝隨便你選 接著就是瞳孔顏色的部分 除了實色以外 這次還多了漸層色的瞳孔 還有新的髮型啊 褲子之類的 那最可愛的是旁邊的這個小鮭魚寵物呢 他也會想要有一個髮型耶 你也要幫他選一個酷炫的髮型才可以 那麼確定好以後我們就可以上路啦 可以看到花枝手上酷炫的新武器 這個部分其實我還蠻驚訝的 大概是好前一陣子 我在國外的網路上有看到網友做7彈3的概念圖喔 裡面有好多設定喔 其中就有包含弓箭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的公告出來以後 還真的有弓箭 我就想說難道老任也是有參考這位網友做的東西嗎 還是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那在預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 荒蕪的沙漠鐵塔倒叉 這裡是上興地區 然後一如既往的交通工具火車也是出現了 看來是要前往新的地區 蠻頹鎮 這個蠻頹鎮的建築啊 我左看右看都覺得跟香港的那種地景的建築感覺很相似 應該多多少少都有參考的感覺吧 這種新城市的感覺讓人覺得很興奮耶 不知道又會有多出什麼樣的店家啊 裝備啊 技能啊 海螺什麼的啊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組合呢 好 那進入戰鬥的畫面可以從影片中看到 出發點感覺好像是可以從空中選擇 要飛到什麼樣的地方耶 然後這個墨魚 在游的狀態裡面既然還可以回轉向後 感覺在走位上又更有多樣性喔 應該會比較不容易被抓到 或是被狙擊 什麼樣之類的 然後5技的部分當然也不用說啦 真的是多了很多種新的武器耶 其中好像還包含了一代的武器跟二代武器的改良 中途還出現看起來很像是螃蟹的NPC 不知道是不是在對戰還是在劇場才會出現呢 那麼這一次釋出的內容似乎還是4對4的喔 不是網路上有人在問說會不會有什麼6對6或8對8之類的 那搶低模式我想應該是定番一定會出現沒有問題的 但是二代的搶蛤蜊啊搶魚啊搶塔啊 不知道是不是還會繼續延續下去 又或者是會有新的模式呢 這一切其實都還是未知數喔 總之目前光是這短短3分鐘的影片 就足夠讓我們大飽眼福了 目前看起來預定是2022年釋出 希望老任你不要給我拖到年底啊 這種東西一定是新年一開始就必須確定什麼1月幾號就可以開始玩的吧 好的 對於起家式七彈的本頻道呢 這個消息真的是好到不能再好了 當然其他直面會的遊戲我們也是非常期待的啦 像是薩爾達的天空之劍啊 還有這個新的奇路旅人是這個SRPG的這個戰略型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歡的喔 那在這個斯普拉頓3來到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好好的把其他遊戲給玩一玩 那麼七彈2會不會繼續呢 當然是一定會繼續進行的啊 畢竟剛入坑的朋友這麼多 那這些剛入坑的萌新跟這些老朋友其實不用擔心啊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啊 讓我們就一路練到斯普拉頓3的出現吧 OK 首播斯普拉頓3的消息大概就先到這裡了 有任何新的消息我們都會盡力在第一時間公佈給大家知道的 希望大家還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並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